歡迎收看全球大視野 我是今晚的主播鄭宜珍 歡迎大家現在來到我們的子頻 幫我們雙開應援 或者是您在YouTube搜尋 全球大視野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全球大視野頻道 喜歡我們的國際新聞 邀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首先也歡迎大家 先按你右上角的叉叉 跳出這個聊天室 來看一下旁邊會有一個讚的符號 您按讚了嗎 如果看到這個符號幫我們點下去 就是來幫我們按讚應援 感謝大家的支持 一針也隨時在聊天室 跟大家點點名 首先我們先來看WHO 現在目前很多的一些研究報告 都在調查到底 現在造成全人類生活都不一樣的 COVID-19病毒到底從何而來 當然這份報告 每一次都會有一些新的update 我們來看華爾街日報 這最新的報導 根據一份先前沒有曝光的 美國情報報告 認為大陸的COVID-19的病毒 位在武漢的一個病毒研究所的 三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11月生病 當時尋求住院治療 這可能進一步提高外界 希望更全面調查新冠病毒 COVID-19是否是從武漢的這個實驗室 流出來的要求 因此呢 WHO在今年的三月份 他們公布了國際專家小組 到大陸去實地考察 新冠病毒溯源的調查報告 專家評估這個病毒呢 傳人的四個途徑 分別是比較可能到非常可能 經過中間宿主的傳人 那麼可能到比較可能呢 從這個原始的動物 直接傳人的這個部分呢 還有包括透過冷鏈食品傳給人 另外呢極不可能的部分 是通過實驗室傳人 但是呢 以上這四個假設 其實呢 看完之後 你可能還會覺得有疑慮 的確的還是沒辦法化解國際的疑慮 美國 澳洲 加拿大等14個國家 發起了聯合聲明 指稱呢 國際專家 對這個疫情的起源研究 實在是拖得太久了 而且呢 根本沒有取得全部跟原始資料的樣本 歐洲聯盟在今天世界衛生大會 WHA討論疫情防範項目的時候 就要求WHO應該要繼續研究 剛才以上的所有假設 而且呢 需要定期的向會員國來做說明 另外我們來看到 白宮的醫療顧問佛奇是首次改口了 他說呢 他不相信新冠病毒COVID-19 來自大自然的說法 他甚至還說呢 要調查到底大陸發生了什麼 這句話呢 不但被環球時報痛批 你真是背叛大陸的科學家 因為佛奇呢 在去年五月份呢 CNN當時就有問 病毒是否來自實驗室 當時的佛奇還痛批媒體說 你們是無知的東西 說呢這個東西呢 是從蝙蝠進化而來的 你們一點都不懂得科學 你這樣說呢 對科學家是侮辱 至於大家就很好奇啦 你之前不是說是蝙蝠進化而來 怎麼現在你立刻又改口 到底這一年當中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麼環石研判呢 可能是佛奇在11號的時候 在參院聽證會上被起底 原來呢他所屬的機構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曾經提供經費 資助武漢的P4實驗室 佛奇也首度承認資助 但是呢對於關鍵的 病毒的功能增強實驗資助計畫 他是絕口不提 到底美國還有多少秘密 不敢公開呢 我們再來看現在呢 世界衛生大會WHA 正在進行當中 在昨天開幕 那麼進行第二天的討論 依舊有許多的國家 為了挺台發聲 其中包括了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英國 澳洲等 五個理念相近的國家 另外包含了 史瓦地尼 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 諾魯等 八個友邦也接力呼籲 要接納台灣參與WHA 那麼美國的衛生部長 貝塞拉是表示 他說呢世衛組織的會員國 需要團結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是 眼前很多的挑戰 包括了病毒的挑戰 因此呢全球的合作非常的重要 必須要持續 與非會員國來合作 同時他強調呢 我們要邀請台灣 是以觀察員的身份 來參加WHA世界衛生大會 那麼在加拿大的部分呢 衛生部長海杜他認為呢 為了要有效的因應全球疫情 跟其他的公衛挑戰 所以呢他認為WHO應該要公開透明 包含等等原則 並且確保沒有人被漏掉 他進一步表示呢 不應該只有會員國可以參與WHO的事務 各方都應該要能夠做出貢獻 台灣也需要參與正式加拿大 首次在WHA的發言公開提到了台灣 另外在英國的衛生大臣韓考克則是表示 英國是致力於跟所有人合作 所以他認為WHO是為了所有人存在的 面對呢全球的疫情集體行動是唯一的解方 全球都應該要參與相關的事務 台灣也必須一如過往 能夠以觀察員的身份來參加世衛大會 那麼澳洲的衛生部長則是韓特指出說 必須所有的夥伴都要合作才能夠有效的抗議 所以呢他也是積極的挺台 那麼在日本的部分呢 厚生勞動大省大臣田村獻酒也以台灣為例 強調呢WHO不應該要忽視防疫成功的典範 抗議不應該有地理的空白 那麼大陸也行使了答辯權 認為呢美國及日本少數國家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挑戰了一中原則也干擾了全球團結抗議 因此中國大陸表達嚴正抗議 那麼現在在台灣的確這個疫情也讓大家覺得相當的緊張 我們現在來看看曾經我們是防疫模範生 但現在呢大受影響了 這一份報告呢是來自彭博他們公布的最新的全球抗議排行榜 我們來看到台灣呢原本應該是在前段班 現在呢直接要往下來看了 一口氣呢掉了10名 現在台灣呢在全球防疫排名已經來到了第15名 上個月還是第五名 現在已經來到第15名了 這個排名呢不僅是落後大陸 也落後先前疫情慘重的美國 那麼抗議有存的前五名我們來看 第一名New Zealand 第二名新加坡 第三名澳洲 第四名以色列 第五名是南韓 再來呢是歐洲國家 中國大陸排到了第九名 上升了三個名次 再來是香港維持在第十名 拼命打疫苗的英國呢 現在也是上升了七個名次 在防疫的排行榜當中 我們可以看出啊 如果有打疫苗的話 或者是邊境有守住的話 其實對於疫情是可以hold住的 彭博報導當中也提到了 台灣跟日本就是因為呢 打疫苗的速度太慢 確診的病例數攀升 所以呢才會一下子 名次掉的這麼的快 另外呢我們可以看到 在日本的部分 現在呢跟台灣一個是14名 一個是15名 現在大家都還在為疫苗 在煩惱當中 那麼疫苗到底什麼時候來呢 先前美國一直說 要援助世界各國來得到疫苗 包不包含台灣呢 今天有了答案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 麗英傑舉行了離任線上記者會 當時就被問到了一個敏感的點 美國政府是否會釋出疫苗給台灣 麗英傑的回答是 台灣的確診率跟其他國家相比 還算很低 他說美國會依據確診率 醫療體系的量能 以及接種比率為釋出疫苗的標準 所以呢他還覺得很有信心喔 覺得說台灣這一次還是能夠的有效控制疫情 我正在想想想想 台灣的公眾醫療體系 都在成長大臣 和他們的盡量 和疫苗的疫苗 和疫苗的疫苗 台灣的疫苗 和疫苗 都在成長大臣 都在成長大臣 和疫苗 但我相信 我們可以記住 一個例子 的疫苗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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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 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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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聊天室来跟大家做个互动 觉得美国每一次呢 说要给大家疫苗 都是说说而已的帮我加一 觉得美国的分析 是有道理的帮我加二 或者是加三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在聊天室一阵随时跟你来做互动 不过说到疫苗呢 有关辉瑞疫苗的施打年龄层 日本的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县九就说 他们现在在研议的是 施打对象的年龄要再往下修 从16岁以上要下修到12岁以上 那么他是认为呢 如果说疫苗有效性安全性 都能够有更多的确认的话 就要来研议是否修订疫苗的附加文件 如果说未来接种对象可以调整 年龄下修到12到15岁的民众呢 那么未来打疫苗的费用 也会由日本政府来负担 虽然说日本政府啊 现在呢 等于说是都公费的让民众来打疫苗 但是日本的疫苗施打率 为什么还是这么低呢 稍后来帮大家做解答 另外根据路透的报道 美国的药厂莫德纳在今天表示 如果呢临床实验结果显示 莫德纳疫苗呢 对12到17岁的青少年也有效的话 而且没有出现新的或是重大的安全问题 那么莫德纳的临床实验 针对了3732名青少年的评估 他们年龄都是介于12到17岁 三分之二呢 打了这个莫德纳的疫苗 剩下三分之一打的是安慰剂 来做这么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莫德纳先前呢 针对成人的大型第三期临床实验当中 证明防护力可以达到 百分之94.1 刚才提到 对青少年的实验当中 研究人员也发现 在打第二剂莫德纳的疫苗两周之后 疫苗接种组 没有任何确诊的病例 安慰组出现了四期的确诊病例 根据莫德纳在成人临床实验的 病例定义 认为这个防护力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那么接下来呢 可能在七月份可以获得 紧急授权的使用 成为纪辉瑞疫苗之后呢 获准对雪林孩童施打的第二剂疫苗 现在呢其实有疫苗的国家 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 怎么让那些 说什么都不去打疫苗的人 赶快去打疫苗呢 美国现在呢打疫苗已经很容易了 甚至呢在一些连锁大卖场药妆店 只要你愿意去 你点头都能够打 美国的大型量饭店呢 在这个月就有一个公告啊 只要年满12岁以上的民众呢 都可以打疫苗 其中呢包含了辉瑞疫苗 提供给12到17岁的民众来打 莫德纳跟娇生的疫苗 可以让18岁以上的民众来施打 而且呢为了要增加施打的效率跟 这个施打率 民众呢就不用预约了 人来就可以打疫苗 好这看在很多国家的眼里 真的觉得很羡慕 现在在台湾恐怕呢 预约都还打不到呢 甚至有一些药妆店呢 是免费的让大家来打疫苗 也让正在陷入疫情之苦的台湾人 看了真的是很嫉妒啊 就连国民党党主席江启成 今天呢也在脸书上po文感叹说 看了觉得很感慨 为什么台湾没疫苗 到底是谁在卡呢 另外多次强调 疫苗才是疫情的最终解方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说 截至昨天为止 北市只剩下两瓶疫苗可打 那么对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反驳说台北市现阶段的疫苗 还可以供7300多人接种的说法 今天柯文哲再度回呛 他说呢 北市府目前手中是一瓶都不剩 也希望中央不要再玩文字游戏 不要再跟大家玩数字游戏 看看美国人家怎么做吧 好另外呢回过头来看 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 在疫苗接种的部分 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国家 你很好奇哦 你觉得有疫苗大家都会去打 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 像是我们刚看到的美国 他们也花了很多的功夫 包含呢先前甚至啊 如果您愿意打疫苗 他们还送呱呱乐 等等的利诱 让大家来打疫苗 其实专家都认为接种疫苗呢 是防治COVID-19 现在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很多国家拿不到疫苗 也出现呢全球接种率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距 那么最近香港就有这么一个报道 因为最近香港的疫情呢 状况蛮稳定的 所以呢民众打疫苗的意愿就不高了 在香港呢据说现在啊 还有面临呢 即将要过期的这个疫苗的问题 好港府就说可能会考虑把这过剩的疫苗捐给COVAX的机制 那么香港媒体报导呢到5月25号为止香港呢大约有200万剂的疫苗 中国的科兴疫苗是105万剂 那么复兴医药跟德国药厂的BNT的疫苗复弊钛呢是84万剂 那么最近呢这个报导是说香港民众呢打这个疫苗的意愿很低啊 因为每一天啊确诊人数呢都是个位数那么认为专家也表示说 2万名无症状的感染者可能存在香港 他认为应该要9成9的人口都打疫苗香港才能够获得完整的保护 但是问题就是大家在疫情比较安稳的情况下像先前的台湾也是 那么回过头来看那日本是什么样的状况 日本的疫情很久之前就一直没有控制住 但是在日本打疫苗的速度为什么这么慢 再加上呢日本很确定就是说今年要办奥运 所以大家也是满头问号日本到底是怎么了 日本1.2亿剂的AZ疫苗当中的300万剂从今年春天开始 从美国进口原液然后呢日本第13共等的这个药厂呢 他们分装剩下的900万剂的原液 然后由日本的JCR药厂来生产装成了这个针剂 然后冷藏在2到8度的状态可以保存半年 但是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 现在呢还不知道说到底有多少疫苗做成针剂了 但是呢如果不快点打的话真的会面临过期的情况 那么就在挪威宣布说他们不打AZ 美国至少会捐2000万剂的AZ原外 我们来看到19号为止呢 日本至少打一剂疫苗的成人率是4.1% 相较其他国家英国打疫苗的比率是54.5% 美国打到了47.6% 到底日本人亦有疫苗然后大家都不打的原因在哪里 其实不是大家不愿意打 而是呢问题出在这里中央买了疫苗 然后呢让地方去执行 但是有很多地方他们可能根本做不来 包含了预约塞车 医护人力不足等等的问题 等于是他们日本的各县市政府好像单打独斗 中央把疫苗给你没用啊 因为我没有足够人力 让大家都来打 才因此呢最后日本啊 发现了这个状况不太对 出动了自卫队 在人口比较多 但是接种率比较低的 像是东京大阪他们就开始集体的接种疫苗 从5月24号开始他们的目标是 一天为1.5万人打完疫苗 不过相较于我们刚看到的 日本还有香港疫苗会过期 我们来看欧洲现在的状况 欧洲现在等于是全世界的模范生了 欧盟的委员会主席表示呢 欧盟他们现在在朝着实现呢 就是解封的方向来前进 7月底前呢 希望为欧盟成员国70%的成年人 都打疫苗 他们希望能够赶快的解封 那么在美国的部分就更厉害了 美国的COVID-19数据主任呢 他推文说 现在呢50% 就是一半的美国人 都已经完整接种 这表示呢半数的美国人啊 不是打了两剂的Moderna 辉瑞就是打了一剂的交生疫苗 在美国呢有超过50万人是死于确诊的 不过呢他们的施打率 现在呢是世界排名前几名 从美国的成功也让大家看到了 其实如何让你的国民去打疫苗 跟获取疫苗是同等的重要 现在呢拜登的目标是 在今年的7月4号之前 70%的美国成人至少可以打一剂疫苗 其实呢从这个情况下来看 谁能够最先达到全体免疫 达到解封 就最能够恢复经济 世界的经济强国的排行榜 会不会就在疫苗大战当中 重新洗牌呢 好这一点也值得大家来做思考 另外呢我们回过头来看 现在呢我们说 蔡英文政府呢 拒绝批准大陆疫苗进口 这个部分呢 国台办做出了回应 他认为大陆的疫苗 已经获得了WHO的认可 大陆的疫苗是安全 有效的高质量的疫苗 5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批准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研发生产的新冠病毒 面活疫苗 纳入全球的紧急使用清单 那么截止到5月24日 大陆累计报告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 已经超过了5.27亿剂次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在这连日来呢 岛内新冠疫情是持续的蔓延 民进党当局呢 却仍然无视疫苗短缺的严重的状况 罔顾广大台台湾同胞的急切期盼 不仅呢以各种借口阻止台湾民众 用上大陆的疫苗 也不让大陆公司代理的疫苗进入台湾 那么他们这样子多做一天 防疫的宝贵时机就会多耽误一天 台湾民众就将被迫付出更大的生命健康代减 复兴医药集团呢 已经表示有意愿将其代理的德国 Biotech公司的MRNA新冠疫苗呢 服务于台湾同胞 并表示去年以来呢 就通过多个渠道 一直在积极的推进向台湾地区来提供这款的疫苗 我们乐见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愿意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 也愿意尽最大的努力 为台湾同胞应对疫情提供帮助 那么涉及到技术上程序上的事宜呢 我们是建议您直接去询问复兴集团 台湾曾经呢被世界认可是防疫的模范生 结果没想到防疫神话一夕破功 现在呢外媒也回过头来检视 到底台湾发生了什么事 包含了BBC的时代杂志彭博社 都讨论到台湾疫情扩散的原因 而最近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他们创立了一个校正回归 让民众摸不清头绪 对于官方数据失去信心 恐怕也是一大问题 大陆国台办在26号再度表态说 愿意捐疫苗给台湾 只要有关单位能够扫除障碍 十位大会WHA25号开幕 台湾第五度无缘参加 不过包括施瓦蒂尼 诺鲁吉瓜地马拉等八个友邦 都发言挺台参加WHA 另外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和澳洲 等五国也都呼吁邀请台湾参加WHA 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就表示 WHA会员国应该团结 面临多重挑战 全州合作相当重要 应该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世卫大会 不过台湾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原本防疫模范生美名 以细节破功 也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BBC就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 台湾就关闭边界 至今仍有严格入境的隔离措施 严密管控让民众有安全错觉 失去警戒心 尤其航空机组人员检疫措施 从最早14天居家检疫 逐步放宽为3加11 恐怕也因此导致英国变种病毒传入 加上过去一年台湾相对安全 没有施打疫苗的急迫性 官方采购速度慢 疫苗早已被抢购 也特别点出陈时中提出的 校正回归一词引发热议 意思是回溯 检测塞车延迟确认的确诊数据 但却让许多民众摸不着头绪 对官方数据失去信心 过去一年多我想人们已经看够了 岛内有些人各种诡辩欺瞒的政治话术 面对台湾同胞急切需要大陆疫苗的呼声 面对大陆方面已经表示愿意尽最大的努力 为广大台胞抗议提供帮助的真诚的愿望 其实只需要清楚明了的回答 对世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 要还是不要 大陆国台办26号再度对民进党政府施出善意 愿意捐赠新冠疫苗铸台 博对大陆愿意捐赠疫苗 陆委会日前就表示这是统战分化的操作 台湾地区以疫谋独 搞政治操弄的做法 是毫无意义的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呼吁民将 政府不要借由疫情操弄政治 忙着炒作是否能参与WHA问题 却忘了当前最重要的是 如何对抗蔓延的病毒 记者综合报道 前周大四也邀请您 帮我们按赞应援 到底欧中关系怎么了 这个协定哪里出了问题呢 欧洲议会为什么这么大动作 要冻结中欧协定 还说关系回不去了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先从在5月4号的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这个月刊当中 资讯媒体人David Fearn 他们发表了一篇言论呢 他提到他认为呢 大陆只是一条纸笼 他会这么说 他的论点是说 他认为呢 大陆即将在经济军事科技超越美国的说法呢 是被很多粗糙啊 不精准的数据统计 严重的夸大 所以他呼吁美国呢 应该对未来要更有信心 当然这一番话呢 中新网就评论说 你这个大陆威胁论 同时呢 还有这个止龙论 表示呢 美国已经没有遏止大陆的 实力提升的底气 所以呢 还需要靠这个媒体靠周刊 来为美国找心理的安慰 那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也表示呢 究竟美国是指老虎 还是中国大陆是指龙 那就要来PK一下中美的实力了 不过呢 到底中欧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这么一说呢 这个对华关系小组的主席 也是呢 这个欧洲议会的议员呢 比蒂科菲尔 他是认为 有鉴于中国大陆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 40%来自欧洲 所以他认为呢 中国大陆才是指老虎 那欧洲人不必当小白兔 对此我们来听听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回应 欧洲危机爆发之后 中国坚定的支持欧元区应对危机 欺骗问题上 中国坚持维护巴黎协定的权威性有效性 面临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已经连续三年举办进口的览会 让世界分享中国的记忆 我们致力于比更短的负面清单 更好的营商环境 更高标准的制度性开放 向世界敞开中国市场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七年多来 与伙伴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了 7.8万亿美元 直接投资超过了1100亿美元 很多欧洲企业是从中受益的 好 中欧投资协定呢 遭到了欧洲的议会冻结 德国总理梅克尔表态说 愿意继续为中欧投资协定的 每一个字做担保 同时梅克尔还呼吁说 欧洲应该要保持与大陆的对话 梅克尔就说 如果说中欧投资协定能够生效的话 那么欧洲公司呢 在大陆的市场将会获得很大的改善 而且包含了像气候保护跟劳工标准 都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梅克尔同时他也承认 北京的制裁 让欧洲议会的批准 这个协定真的是更加困难 那么根据慕尼黑水星报报导 梅克尔呢还谈到了欧盟跟大陆关系 现在还是很紧张 尤其是在人权的问题上 始终是必须要来进行协商的 那么欧盟呢 在陆方某一些问题 也存在非常不同的意见 梅克尔说 这就是大家一直在谈的 但是呢大陆是世界上重要的国家 如果不对话是行不通的 整个状况只会更复杂而已 那么亚洲国家呢跟大陆紧密的接触 对抗势必冲击经贸 我们来看一下在马来西亚前总理 马哈蒂就对于四方安全对话 表达了反对的立场 他指出呢包围网已经是过时的一种战略了 警告美日印澳 你们不要再试图的抱团围堵大陆 如果说大陆建立了包围网那势必呢 是大陆会有所反应的 那如果有反应会是相当危险 马哈蒂就认为呢面对大陆的影响力 美日印澳四方呢最好是透过单独的外交 来与大陆进行交涉 同时他也认为呢 现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呢 跟先前川普来比根本没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川普不同的是慢慢的跟大陆缓解摩擦 展开对话 也因此他呼吁呢 现在美国应该要重新审视抗中计划 好的